这个男人正准备开车回家 小混混正得意 却不知身后来了一个便衣警 被击毙的人叫詹姆斯 是当地有名的二混子 几个月前的一个晚上 一对母女刚刚参加完派对正准备回家 却被一群混混拦住了去路 众人借着酒精野心大发 对这对母女动手动脚 母女二人刚刚从派对上回来 在派对上辣妈性感的舞姿让她成了最亮的心 当场就有小帅哥搭讪名人不说暗话 直接表示要和女人 女人已经有了喜欢的人果断拒绝 急忙结束派对和女儿一起回家 女人名叫秃妞妞 丈夫在几年前去世独自一人抚养女儿 二人穿过树林后就被刚才的混混带着几个兄弟拦住 这群恶徒酒后发狂 甚至还想对秃妞妞的女儿动手动脚 害怕的秃妞妞紧紧护住女儿 这让歹徒们更加兴奋 恶徒们将母女二人生拉硬拽进了仓库中 女儿趁机逃脱躲在角落里 女孩哭得声嘶力竭祈求恶徒们放过他们 但几个禽兽丝毫不为所动 竟然当着女孩的面对女孩的妈妈实施了犯罪 完事后众人将母亲打成重伤后得意离去 女儿急忙爬出来哭着检查母亲的伤势 此时的母亲已经昏迷 女孩只能一个人抹黑出去求救 正巧遇到了巡逻的警察凯奇 凯奇赶到现场检查了身份信息 发现对方正是自己几天前认识的单身母亲兔妞妞 对方刚刚失去丈夫 正是如狼似虎的年纪 每天在酒吧里孤独寂寞了 看到凯奇也是一个人便主动搭讪 突然来的幸福让凯奇几乎不知所措 凯奇表示我要请客 可兔妞妞主动请凯奇 凯奇刚刚刚丧妻枯木逢春手里的大刀 早已生锈鸡带魔刀 突妞妞主动给凯奇留了联系方式 临走前还给了凯奇一个吻 凯奇急忙联系了警局和救护车 突妞妞妞女被送进医院 女儿的伤势比较轻 凯奇找到她询问了当晚的情况 警员们也不废话 当晚就派人突袭了四名恶徒的家 随后女儿进入警局 将当天的犯人一一指认出来 凶手的母亲听说儿子们被抓悲痛欲绝 一个有前科的神父找到他们 给他们推荐了职业律师卡当夫 他曾18次帮助教会处理类似案件 无一败解 卡当夫来到凶手家中表示 辩护费用850美元一小时 出庭费1250美元 并经5万美元一个人 四个人加起来光起不价就要20万美金 凶手母亲不理解四个人一起受审一起辩护 你的劳动量又没有增加为何收四分钱 卡当夫表示你嫌贵我还嫌贵呢 这种案子辩护起来难度极大 要么你就掏20万美金和辩护费 要么就免谈 毕竟卡当夫干的是出卖良心的事 他的良心最少值20万美金 凶手父母卖了房子付了钱 律师接单 而此时情况对秃妞妞母女十分不利 由于秃妞妞脑袋受过重创 丧失了很多记忆 这让他很难在庭审时说清自己遭受的一切 不止如此 出狱后的秃妞妞患上了严重的PTSD 精神状态极差 根本无法适应正常生活 十来岁的女儿必须学会照顾母亲 同时要时刻关注母亲的精神情况 可一天去餐馆用餐时 凶手的姐姐居然找到女儿 怒删女儿巴掌并对母女进行言语羞辱和威胁 控方律师和秃妞妞进行模拟 但秃妞妞的内心创伤让她很难面对这一切 庭审如期开始 双方人员到场 辩护律师卡当夫也潇洒到会 控方律师先发话 指控四人当着秃妞妞女儿的面实施电舞 并殴打兔妞妞险些至其丧命 警方提取了受害者身体内的DNA和四人完全吻合 现场的第一个证人是警官凯奇可还未等控方律师发问 卡当夫就抢先一步表示当天并没有报警记录 凯奇表示是自己下班时碰巧遇到了受害者的女儿 第二位证人是受害者本人 可兔妞妞精神受到重创情绪激动 根本无法进行正常询问 辩护律师建议结束询问 并表示承认自己的四个委托人和兔妞妞发生了关系 但据我所知 当晚他们一起参加了一个派对 十几个人喝了几十斤的啤酒 随后母女二人去了公园 原告遇到了被告借着酒精提出了用金钱换取爱的报报 双方商定好价钱后进行交易 可交易结束 兔妞妞却出而反而提高价钱 被被告言辞拒绝 此时兔妞妞就像发了疯一样殴打四名被告 四名被告见原告不依不饶不得已正登边 腿左刺拳打伤了兔妞妞 而且四名被告根本没看到过原告女儿 原告女儿是自己摔伤的 兔妞妞身为母亲居然带女儿参加酒会狂喝烂饮 这种女人什么事做不出来 女儿确实是受害者 是母亲这个烂人的受害者 律师非常开心 她把她的良心卖了挣了20万美元 海奇又被用份庭审结束很久 依然坐在观众戏久久不愿离去 为了这个曾经追求过自己 如今却受到如此伤害的女人 她决定直接用暴力解决问题 既然你能逃脱法律的制裁 我就有办法用法律将你们全部击饼 未能伸冤的兔妞妞精神更加糟糕 她想过吞安眠要自杀 但想到自己还有一个未成年的女儿 只能咬牙继续生物 可她尝试了很多次依然无法命 这次她来到了大坝前 准备一跳了之 海奇将其一把拉下 告诉她即使为了女儿也不能寻此短见 说吧将兔妞妞一把搂入怀中 海奇将兔妞妞送回家中 并告诉兔妞妞的女儿一定要照顾好妈妈 有任何情况直接和其打电话 可凶手们却不愿意放过兔妞妞一家 这天女儿出门寻找自己的猫咪 却发现猫咪被人杀死挂在了门口 凯奇赶来看到了门口死去的猫咪 是可忍孰不可忍凯奇决定今晚就动手 晚上凶手之一的詹姆斯正在酒吧赌拳 却输给了旁边的小伙 詹姆斯极为愤怒愤愤离去 却不知凯奇就在旁边的酒桌盯着他 小伙赢了钱从酒吧出来准备上车回家 詹姆斯正得意 却不知凯奇已经在他身后 凯奇擅自打死犯人让上级很是牢 但凯奇表示当时詹姆斯正在实施抢劫 天太黑自己没注意只能直接开枪 根本不知道对面居然是突扭扭案的嫌疑人 由于死无对证上级只能采信凯奇的报告 而这还没完 由于庭审还未正式宣判 凯奇知道要想让四人全部正义执行 必须在终审前将他们全部解决 在选择好动手地点后 凯奇又盯上了另外两人 两个人正在纹身 凯奇打电话威胁掌握二人的犯罪证据 让对方到指定地点交易 二人赶到被威胁准备直接去街头地点解决来电哲 到了大坝前 天空下着暴雨 二人找不到来电哲只发现了一封信正要约理 弟兄四人成功解决了三个 就剩下最后一个短发毛贼 庭审再过几天就会开始 其中三名嫌疑人一个因抢劫被击毙 两个离弃失踪 媒体怀疑畏罪潜逃 不知死活的短发哥居然还敢威胁兔妞妞的女儿 夜里 凯奇让一个女孩给短发哥打电话 表示自己是短发哥的高中同学 现在有一些对短发哥有利的证据 希望短发哥来一趟 短发哥这种好色之徒从来不会拒绝任何女人的邀请 开心复会 结果一进门就给凯奇当场情货 凯奇用枪逼他写下忏悔书 短发哥只能照做 写完后才发现凯奇是想杀他 四名凶手全部被正义执行 律师卡当福也因此没能拿到全部报酬 找到凯奇一阵大骂 他知道是凯奇动了手 但没有证据 凯奇潇洒离开和秃妞妞母女告别 母女二人即将搬到其他城市生活 凯奇则因为工作原因继续留在这座城市守护一方正义 这就是电影复仇一个爱的故事的故事 是奥斯卡影帝尼古拉斯凯奇近几年为数不多的能看的电影 故事情节比较简单 但凯奇干净利落地开枪动作看得着实很爽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关注 带你看更多经典电影